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全球人口急剧增长 这个资源有限的星球 承载着人类对现代生活条件日益增长的需求 自然资源是有限的 其消耗量远超过了供应能力 关于全球变暖 水资源短缺和极端天气事件的国际报道 都迫切需要采取全球性措施来扭转这些趋势 为了节约资源和能源 需采取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以满足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期许 应对这一挑战的工程措施 将极大的依赖于最先进的材料 设计和施工技术 当我们特别关注环境效益 成本控制和工作性能时会发现 土工合成材料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土工膜和土工合成材料 蓬润土垫 简称GCL可为封闭液体或废弃物 提供防渗屏障 通过现场拼接可以形成巨大的衬垫系统 土工网和土工符合排水材料的主要功能是排水 这种材料的三维结构特征 可使液体在其内部流动 土工之物应用广泛 具有多种功能 如帆绿 缓冲和加金 通常加工程有仿或无仿结构 也满足工程设计的功能要求 土工格山常用于加金 它的开孔结构有利于相邻的材料 与其产生相互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 是空气中的碳排放量 因为它导致了全球变暖以及相关的环境问题 使用土工合成材料 能有效降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碳足迹 最大程度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 道路的修建与养护 对人类社会意义重大 使用土工之物与土工格山 能够延长道路设计寿命 减少道路建设过程中自然资源的使用量 采用土工合成材料隔离和加固利时层与利清层 延长了道路的使用寿命 土工合成材料同样能改善利清层的工作性能 材料层厚度的降低和道路使用寿命的延长 减少了碳足迹节约了成本 在众多工程项目中 一个关键因素是如何应对地形变化提出的挑战 即必须建造挡墙和陡坡 土工格山和土工之物与填土共同作用 可以建造出安全的适应性和耐久性强的加金土结构 能够满足各种不同的几何形态要求 以及外观上的美学要求 当填土可以就地取材时 不需要场外建筑材料的运输 能显著降低碳足迹 土工合成材料加金 提供了一个节约工程造价的解决方案 从可持续发展观点看 整方与一次性使用浪费了水资源 这是不可接受的 将土工膜和土工合成材料 蓬润涂垫 用于建造密闭结构 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渗漏 控制蒸发量 并实现结构物的稳定 土工合成材料衬理系统 可以适应多种形状 能够覆盖巨大的表面区域 这种称理系统能够在可控条件下快速安装 采用渗漏探测装置 可以进行功后检验 国际土工合成材料学会 简称IGS 致力于推动土工合成材料系统 在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合理设计和使用 IGS 成立于1983年 会员遍布全球 IGS 为会员 以及那些希望了解土工合成材料解决方案的人们 提供重要的教育 培训和信息服务 在工程系统中 使用土工合成材料 可以节约水资源 保护环境 控制表面寝食 延长重大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 强化其可恢复性和安全性 随着全球人口急剧增加 与全球环境变化 保护我们的地球 势在必行 对于事关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土工合成材料 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